政部司司長唐英年在政府總部 宣布已經向行政長官增任權請辭 並即時休假 他說辭職是要給自己更多的空間集中精神 思考是否參選下一任行政長官 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我將會和各界的朋友 不同背景的市民作多方的討論 我希望盡量了解他們的心聲 和他們的訴求 多些吸納大家的意見 我是會以務實態度 認真思考 盡快去作出決定的 他說九年的公職生涯 有開心有艱難的日子 對從政的人來說是難得的機會 在這九年裡面 等我是有親身這樣 經歷到施政的各種挑戰 我不斷學習 對政府的運作 有比較全面的認識 我亦都深深體會到 怎樣可以實事求是 在社會不同的訴求之間 盡量取得適當的平衡 唐英年宣讀完聲明之後 並沒有回答記者的提問就離開 59歲的唐英年 02年加入政府 出任工商及科技局局局長 主要處理與內地 近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SIPA 其後接替因為涉嫌在公布財政預算案前 偷步買車的梁錦松出任財政司司長 07年曾任權成功連任特首 唐英年接替許氏仁升任政務司司長一職 香港《昏迷電視記者》 伍耀堂報導 好